在中国没有知识分子 只有拥有高知识的工具人 是中共用来维护自己统治 帮中共创造价值 而创造完自己只能苟活生存的工具 所以知识分子的阶层的消灭 是中共从49年到现在走了70多年坚定走的路 给大家先介绍一个词 北京话叫词 词本身词汇嘛 本身是小事 但是这个词特别有意思 从这个词这个小事 能让大家充分体会到 什么叫有小见大 通过这个词 你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发动反右 为什么批林批孔 为什么干文化大革命 以及一切很多事秘密 这个词都能解释 包括现在 为什么伟大领袖这傻逼习近平上台以后 在所有教育跟社会体系中都在实施政治挂涮 而且不允许社会上有任何跟中共发出的声音不同的 这种喉舌发的声音都跟这个词有关 最后呢 讲完这个词 大家可以想想通过这个词的理解 有多少细思极恐的东西 就是一个词很简单 这个词就叫知识分子 我相信你们所有人都听过这个词 知识分子 耳熟能详 知识分子这个词呢 是个全世界的通用名词 固有名词 英文叫intellectual 这是一个19世纪被法国人和俄国人共同创建出来的词汇 那现在这个全世界通用的词汇 在全世界你在哪哪哪看到的解释 几乎都是一样的 这种世界性的通用词汇 固有词汇 正常情况下 中国的什么瓷海啊 瓷典啊 百度百科等等 线上线下这些查意义的词 都跟国际的解释是一样的 因为这种词都是搏来品 纯粹的搏来品不是中国人创造的 从国外创造过来的 所以这些词的本意既然是国外创造的 那么它的本意要跟国外的本意是一模一样 有相同的含义 所以大家感兴趣 有朋友可以查一下 比如说维基百科怎么解释一个词 专有词汇固有词汇 百度百科怎么解释 一样的只要是国外的词 不会创新 不敢创新也不能创新 因为全世界对这种固有的专业词汇 都是一种解释 那如果全世界都这么解释 而中国跟全世界都不一样 这肯定就出问题了 那在中国人讲这个的时候 跟全世界之间 在任何领域中交往 沟通交流都会产生很大的误会 所以中国不会 但我今天说这个词是个例外 超级例外 这个词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这个词呢 在中国的解释没有按全世界做 这个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创造的 而且按照毛泽东的批示 这么确认的 此外呢 毛泽东还给这个词添加了一个特别的解释 就是把知识分子划归到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这个词赋予了全世界都没有的含义 那在中共中央的发的文件里 确认拿中宣部 在中国的任何词典 任何形式的能看到字 以及政府的所有资料中 都不允许使用全世界对知识分子这个词汇的通用解释 在中国解释知识分子 这就造成了中国对知识分子这四个字的词汇 跟全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神奇景象 那为什么中共要花这么大的精力 大费周章干这个事呢 背后有什么深意 这一个词你说重要吗 写政府文件 毛泽东特批 中宣部放东西 严令禁止 好吧 那最后产生的结论是什么 先说一下结论 正是由于中共对于知识分子这个词汇 超过70年的不间断的努力的控制 而且为了这个词汇 发动了包括反右啊 批林批孔 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活动 搞死了上百万人 最终中国呢 就算基本消灭了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 中国现在是没有知识分子的 也没有知识分子阶层 达到了中国在中共的统治下 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知识分子存在的 这么一个建国的时候 49年就要达成的既定目的 所以结论告诉大家 中国现在是没有知识分子的 有知识 像我这样有知识的人 都叫知识奴才或知识奴隶 不存在知识分子 中共围绕全世界通用的知识分子 这个群体 在几十年的时间下了一批大旗 原因呢 结论说了原因 看一下 先看看知识分子这个词汇 在全世界通用的定义 大家都能查到维基百科 这么定义的 知识分子是对社会现实 进行批判性思考 研究和反思 并针对社会规范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知识分子的划分不以拥有知识的多寡 为标准 而是以具备高度社会自觉 跟社会选择的多少来确认 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创造者或调节者 参与政治 通过拒绝生产或扩展某种意识形态 以及捍卫某种价值观体系 来捍卫具体主张或谴责不公平 知识分子是所有社会中最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 知识分子所属的社会阶层被称为知识分子阶层或知识阶层 大家看完国际上对知识分子通用解释了吧 那我们再看一下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定义 在中国所有体系里面 叫什么叫知识分子 以产发或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劳动者 没了 就这么一句话 哪都一样 以产发或运用知识为工作的脑力工作者 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看出区别了吗 按照国际上的定义 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不是拥有知识的多少 而是要成为所在社会中最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的人 是要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思考研究和反思 并针对社会规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的人 西方知识分子的起源是教士先知跟哲学家 在西方社会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追求人类生命的意义和最终的价值 把大众殆尽根据有境界和有格局的广大的社会秩序中 知识分子是一个国家社会和一个时代的眼睛以及代言人 知识分子会在社会处于危机和转变的时候 对不容易把控的外在世界的社会大众 就是广泛的社会大众 提供知识分子独特的见解跟解释 进而消除社会大众的不安跟焦虑 使社会大众重新获得生命的意义和精神的秩序 这都是维基百科啊 再说一遍 知识分子往往以怀疑跟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 永恒带着批判社会的性格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 揭露谎言 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和统治者保持意义不同的意见 知识分子的批判力量是社会前进的动力 在西方由于几千年教会跟王权的持续对立 形成了政府以外始终有多元化的权力中心存在的格局 知识分子组成的知识阶层得以广泛存在 知识分子享有较大的批判现实的自由度 知识分子倾向对社会进行批判 与政治权威具有先天的紧张关系 知识分子一方面与政治权威保持距离 以保持批判这些政治统治者的身份 一方面又接近政治权威 协助政治权威实现它的合理主张 所以西方的统治者一方面不喜欢知识分子的批评 一方面又必须依靠知识分子来保证自身统治权利的合法性 知识分子的存在 知识分子接触存的存在 使西方世界能够构建出现代文明 并引领全世界文明发展的核心关键要素 讲到这听没听明白什么意思 讲到这是不是大家都听明白了 这就是全世界公认的知识分子 那中共为什么要修改知识分子这个词汇的定义呢 很简单 背后原因就是中共绝对不能让中国这个国家出现知识分子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后 当毛泽东等中共的老人 在试图创立一个新的国家的过程中 发现了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中华民国的时候 知识分子阶层 这个阶层本身具备的倾向批评社会 以政治权威具有先天性紧张关系的特点 以及这个阶层具备的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什么叫五四运动 于是流氓成性的中共 广泛跟充分的利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力量 就是蒋介石是允许这种力量存在的 但中共呢 既然你允许那就干了 提出了消灭独裁政党 完全放开新闻自由 让社会大动拥有充分民主的主张 这是中共的主张 你看现在独裁政党 绝不放松新闻自由 不允许社会大众有民主 这是当年中共为了什么 拉拢所有知识分子阶层 这样的促使当时中华民族的 很厚的 这就是支持建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 不断的协助中共鼓噪 并引导整个国家的社会大众的力量 对执政党就是国民党 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 就是在知识分子阶层的帮助下 中共才花了仅仅三年就打败了国民党 整个搞定了中国大路 但这个事情 知识分子的力量 对毛泽东和中共很多人 有巨大的感触 就这些人感受到了 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 对推倒国民党的作用 和对中共未来要永远独裁 统治中国的这么一个愿望的重要的障碍 老话 狡兔死走狗烹 飞鸟尽 梁工藏 明白了 所以中共在执政以后 1940年以后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逐步 坚定 完全的泯灭中国知识分子整个阶层 把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变成只具备知识的 中共的走狗和奴隶 现在所有在中国具备知识的没有知识分子 只是中共的具备知识的走狗和奴隶 所以大家呢 从表面上看 从建国一时 为什么中共就没消停过 1950年开始 一次一次的革命 一次一次的革命 一直到 80年代初 70年代末 其实所有干的事 都是中共在通过不同的方式 实施对各层面知识分子的绞杀 然后通过这些行为塑造出新型的 叫知识走狗或知识奴隶的运动 这就是干这个 那我们这傻逼习近平上台以后呢 发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阶层 竟然通过改革开放 有死灰复燃的趋势 也就是不纯粹知识走狗和知识奴隶 竟然他们的有人想当知识分子 所以继续按照中共的传统 对这些可能对中共独裁统治 造成严重威胁的知识分子 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 拼命的打击绞杀 然后加大培养知识走狗 跟知识奴隶的决心和节奏 这个大家都看得见 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困惑 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的有知识的人 具备这么广大的教育力量 但是中共培养出来的没有人才 不具备独立思维能力的人才 为什么教育体系培养不出来 因为中共的教育体系只为了培养出 被中共洗脑洗傻的工具人 成为中共的奴才或走狗 他不能培养出具备独立思维能力的知识人才 所以所有中共的教育体系 就不能让你有独立思维 有了独立思维 你就可能成为知识分子 就会成为党的敌人 所以中共的教育体系 所有的逻辑都是泯灭独立思维的 老说什么应试教育 没有没有啊 呼吁 呼吁啥呢 你们想你们以为中共那么傻 他不知道他培养的都是不具备独立思维的人 他不知道他培养的全是工具人 全是奴隶 全是奴才 全是傻逼 他不知道吗 他知道 但是他必须只能培养出这些人 中共这个流氓政党 他是通过知识分子和统治阶层的天然矛盾上位的 他太知道知识分子这个阶层的力量了 所以他不会允许在中国有知识分子阶层存在的 所以大家才知道连知识分子这个词汇 全世界固有的通用词汇 他在中国的含义跟全世界都完全不一样 中共都必须篡改 因为中共如果不篡改这个含义 你们这些学了文化大学毕业的人 才知道自己连知识分子都不是 看看含义 然后你们就可能会觉醒 不行 必须都变成狗 都变成傻子才行 我讲到这儿 有没有细思极恐的感觉 1940年 现在中国的教育体系培养的什么 他妈硕士博士博士后 别生气啊 我说话难听 全是狗 全是中共的奴才和奴隶 中共就不允许你出这种有知识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只有到国外留学的人 最后才能觉醒 这个没办法 因为表面上中共得跟全世界沟通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改革开放以前是禁止的 不允许 改革开放以后允许你去国外看见了 但是这种行为就给中共带来了巨大的统治压力 所以中共在做一切的方式 对这些在国外生活的人 用另外的一些手段进行 更加紧密的这种质顾 包括所谓的国外的什么同学会 同乡会 商会 联谊会等等 最终就只有一个 在中国没有知识分子 只有拥有高知识的工具人 不是工具 不是人 本质上就是个工具 是中共用来维护自己统治 帮中共创造价值 而创造完自己只能苟活生存的工具 所以知识分子的阶层的消灭 是中共从49年到现在走了70多年坚定走的 中国现在没有什么真正的知识分子 你们看到的所有在电视各种什么网络上的专家 学者几乎全是狗 全是奴隶 全是为中共独裁提供服务的工具人 因为你们只要拿世界上通用的知识分子的名词解释 一衡量这帮人没有任何人合格 一个合格的都没有 包括我在内 没有 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家都明白了 就什么事都是这样的 一城窗户就捅破了 以小见大都明白了 就中共你要不想干这个 你为什么改这个词汇 名字解释 你为什么拼命的去把知识分子阶层消灭 实践是简直令人为一标准 这都是你干的事 所以在现在再说一遍 包括我在内 谁要敢说 哎呀我是知识分子 你只要是中国人在中国长大的 抱歉你在我眼里 别生气 就是个纯粹的蠢货 傻逼或者骗子 包括我在内都不敢说我是知识分子 我经常说我什么都不懂 是真的 对 我具备当知识分子都有很大的欠缺 没办法 不是我个人造成的 我可以推卸责任 那么中共七十多年就干这事 国家的力量 就让一个国家人都变成学完知识的走狗和奴隶 你那么大本事 怎么可能呢 好吧 不可能 感谢大家今天又花时间来听我一下嗶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